第378章私人定制道具 爱你怎么走了 郑义涵不满地叫了一声 却被匆忙赶上来的郑冰冰一把拉到了一边 郑副郑武赶忙走了过来 这是风哨 还不问好 郑副看了一眼郑义涵 沉声道 什么吗 郑义涵隐发觉有点不对劲 还没等他说话 一旁的风鸣却面色一变 连连摆手 免了免了开什么玩笑 他哪有这胆子 虽然关系不明 但是只要是和许文有一点瓜葛的 他都会近而远之 郑冰冰有些奇怪风鸣的举动 而且刚刚好像看到这风哨似乎和许文相识 便试探着问了一句 风哨 您和许文认识 风鸣眉头一挑 面色不渝 冷笑道 许哥的名字也是你能直呼的 郑冰冰心中一突 许哥 怎么这句说挺有来历的风哨 竟然这样称呼许文 还有一点尊重的样子 这是什么情况 他正琢磨着 郑父郑母刚已经招呼起风鸣来 风哨 您快里面请 两人热情地邀请道 风鸣见状 却彭扶受惊一般后退一步 郑家父母顿时一惊 试探住问 风哨 别 打住 我可不想得罪许哥 这犯 还是免了吧 风鸣摇摇头 毫不犹豫地转头离开 郑义涵终于彻底明白过来 爸妈 你们什么意思 感情抓我来相亲 还不让我知道 小妹 你快住口 郑冰冰赶忙制止郑义涵 接着来到父母面前 爸妈 郑家父母面色凝重 看住风鸣毫不犹豫远去的身影 面色复杂又疑惑 两久 郑父看了看郑冰冰 招了招手 来 冰冰 你给我说说小琼的这个弟弟 到底是怎么回事 郑冰冰叹息一声 便娓娓道来 此刻 许文正在回家的路上 刚刚发生的事情 连在他的心里 掀起一丁点连衣都不可能 简直就是一国旧旺 倒是在路上的时候 风鸣给自己发来了消息 许文一看是语音 便一边开车 一边点了语音信息 听了一下 许哥 刚刚真是误会啊 我是一点都不知情 真不知道您和那一位 认识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 许文专心开车 后面也没听清说了什么 此刻 他满脑子都是那的道具的事情 根据自己愿望随机生成的道具 究竟是什么 很快就能揭晓了 八点整 许文准点回到龙湖一号的家中 整层灯火通明 他打开全屋环绕音 扁了手轻音乐 开始在卫生间浴缸放水准备泡澡 顺便从冰箱里拿了一瓶香槟 倒了半杯 放在浴缸边触手可及的位置 等到浴缸水拌满 耳边柔缓的音乐环绕 许文整个人跑进了浴缸之中 微闭双眼 一边拿着毛巾擦了擦脸 横温的浴缸中 水温舒适 让许文整个人 从身到心彻底放松下来 待到心灵沉淀 许文拿起香槟清明一口 在心中呼唤系统 系统 打开随机道具 正在生成道具 道具已生成 恭喜您获得了 私人定制一次性道具 许文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是有点迷茫的 私人定制 这不是一部电影的名字吗 讲述了一个团队帮客户圆梦 定制各种人物场景 让客户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这么这个道具也叫这个名字 许文当下沉下心来 好好地了解了一下这个道具 片刻之后 许文睁开眼 微微呼出一口气 你还别说 这个道具还真的和私人定制 这部电影中讲述的意思 有一曲同工之妙 只不过区别是 同样是演戏 这个道具演绎出的场面 堪称天衣无缝 甚至可以说就是真实的 而电影中 大家都是心知肚明是假的 只是为了过靶影 演绎出席罢了 许文前一段时间 无意中看到一类小说 叫什么定制葬礼 俗称送葬流的小说 和这个道具也是类似 系统的能耐果然是神通广大 按照道具提示 自己可以编辑需要达成的事件 道具会自动自洽 帮自己演绎这个事件 从而瞒过所有人 不过 需要实在合理范围内的事件 太过违反逻辑 脑洞大开的事件 是无效的 而且 这个道具是一次性的 帮自己完成这次事件之后 就会失效 几番研读之下 许文对这个道具 已经彻底了解了 当下也不犹豫 直接开始编辑事件 至于需要道具 帮忙演绎什么样的一出戏 自然是呼之欲出了 虽然上查已经实现 日消千倍的目标 但是许文真实的财富 还是没办法斩路 一劳永逸的方法 就是收取门店加盟费了 收他几百万 虽然距离许文真实的财力 还有很大差距 但是至少可以以此 为第一桶金 以后的种种财富 都可以以此为借口解释 长次以往 会影响好不容易 积攒的极好口碑 所以 仅仅只是套用 加盟费这个概念 来解释自己财富的来源是最好的 但是 许文一向比较谨慎 光是嘴上说 那太牵强 父母未必会相信 而且漏洞太大 但是找人来演戏 那也是想当然了 找谁都有一堆漏洞 所以 这件事情 许文一直搁置下来 但是眼下 这个道具 却可以完美地帮自己 解决这个问题 许文可以完全相信系统 如果真的像是 道具说明的那样 那这一出戏 可以说完全就是真的了 真相只有许文自己一个人知道 至于后续这些演戏的加盟商 有没有开店 什么时候开店 谁管呢 这样一来 那就完美了 许文特意将加盟费 设置在了一千万 也就是说通过这出戏 在父母家人的眼中 自己至少可以解决 一千万的财富来源 许文一边心中盘算着 一边编辑着道具 在描述金额是一千万的时候 系统没有一点反应 看样子 这点小事 还远远谈不上不合理的地步 这个道具可以轻轻松松帮自己 演好这出戏 设置完成之后 许文长松了一口气 那些接下来 就是使用的时候了 还泡在温暖浴缸中的许文 面孔露出一丝微笑 很快 自己就不用束手束脚了 使用道具 许文心中默念一声 道具一使用 该道具将于零点后生效 特别提醒 特别提醒 为了保证事件的天衣无缝 介事宿主也将暂时封闭 且修改一部分记忆 时间完成后恢复 什么 许文面容出现一丝呆滞 这道具这么狠的吗 为了达成完美效果 竟然连自己都不放过 骗人的最高境界 是自己都被蒙在鼓里 那么现在 自己首先应该 许文立马从浴缸中起身 现在自己 当然应该第一时间 回到自己的老家 躺在自己的被窝里才对 许文可不想自己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住在豪宅 怀疑自己得了失心疯的样子 进了房间 许文看了看衣柜里面 好不容易找了一套 自己以前的衣服 他在还原 还是普通人的模样 普通模样 许文看了看镜中的自己 不会连自己现在的模样 都得暂时回荡吧 许文这个念头刚落 系统就开始作妖了 以暂时性修改宿主长相 事件结束后将恢复原样 许文眼看着镜子中帅气的自己 慢慢变得平凡 正是自己获得系统之前的普通人的样子 意识之间竟然有些不能习惯 果然 有减入奢艺 由奢入简难 忙活小半个小时之后 许文站在镜子前 镜子里面是衣着平平 长相平平的一位年轻人 现在 除了记忆 还是完完全全的自己 其他的外在形象 已经完全改变了 看出镜子中的自己 许文有点恍惚 虽然只是短短数月 但是那个平凡的自己 似乎早已经在记忆中模糊 而现在 那个曾经平凡的他 又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 百感交集 系统以暂时性封锁宿主手机 屏蔽相关影响事件效果的人物 系统再次发出提醒 许文心中一痛 文妹妹 甜妹妹 韩妹妹 还有很多有过交集的妹妹们 这是要暂时挥别了吗 从前拥有时许文风轻云淡毫不在意 现在需要暂时性失去 不知道怎么回事 许文还是感觉自己的心里面空空的 感觉很奇怪 但是现在 也容不得他过多细想了 收拾完之后 他需要回家了 那个有父有母的家 那个生他养他 二十多年的家 许文关上装甲门 暂时挥别了 拥有很多难忘回忆的龙湖一号之家 在这里 有过很多次邂逅 和美好的夜晚 许文进了电梯 刚准备按下富二层去地下车库 但是随机争了争 摇头一笑 按了一楼 这次回去 就老老实实地坐出租车吧 许文从楼栋一楼大堂出来 穿过龙湖一号 美轮美奂的小区精致 今夜月光很美 门口的保安 对于进来的业主 会严加甄别 但是对于从小区出来的业主 倒是不会个太过于在意 在许文漫步而出的时候 只是敬礼目送许文离开 这个点的晚风挺凉 身上的这身 自然没有八宝里的风衣舒服 待会坐的出租车 自然也急不上自己开的奥巴 EURUS 细细体会这种感觉 许文从最初的失落 到现在慢慢地习惯 整个人的心态上 得到了些许的升华 当所剩无几的浮躁感 终于彻底消灭 在此刻 许文才真正做到了举重若轻 体会到了风轻云淡的真正含义 一辆出租车在面前停下 面上的出租车大叔摇下车窗 满面微笑 帅哥 走不 走 许文微微一笑 坐进了出租车 去哪里 出租车师傅问道 许文目光透过车窗看向北方 爆出了那个熟悉到骨子里 从未被忘却的地名 好嘞 走着 出租车嘀嘀两声 开进了夜色之中 时间是九点半 许文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城北的家中 四方天井 秀极斑斑的大铁门 还有透过铁门门缝看到的屋内灯光 这个点 爸妈肯定还没有睡 许文面带笑意 逃出钥匙 将门打开 本准备直接进小房间 但是想到如果今天不打照面 明早父母的亚异 指不定会给失忆的自己带来更多的疑惑 所以 许文还是决定和父母打个照面再去休息 轻手轻脚地打开门 许文一进屋子 一眼就看到了父亲许江正略弯住腰 在扫地 时不时地还咳嗽两声 因为工作缘故 肺部有些职业病 总咳嗽 母亲赵玉珍正搬着小马扎 在看电视 家里的灯光有些昏黄 一看就是用的时间久了 都没舍得换 许文目光一锤 心中生起浓浓的愧疚 为人子 他不合格 手摸住粗糙的门框 许文喊了一声爸骂 许江愣愣地放下扫帚 直起身子咳嗽两声 看向许文 赵玉珍一下子从马扎上站起来 捶了两下腰 脚步却一点不慢地来到许文身边 儿子 你怎么受托刑了 赵玉珍一看到许文现在这个模样 在对比这段时间 许文帅气的样子 颤声说道 哎 你忘了 我们儿子本来就长这样 好小子 你回来了 许江笑着站在许文面前 看住许文熟悉的面孔 拉来赵玉珍好好看看 看了一会儿 赵玉珍神色一缓 好像是这样 我说儿子 你这颜值怎么忽高忽低呢 许文一下子笑了 高低不都是你们儿子 赵玉珍点点头 又好好打量住许文 说了一句 现在这样也挺好 也挺精神的 许江将客厅的灯打开 将扫帚放在了一旁 你吃了吗 给你热点饭菜 不用了吧 我吃好了 回来住几天 许文笑着解释道 他也不清楚这个事件 具体要几天完结 钱翠便提前打好预防针 你啊 没事就应该回来住 在外面能住得好 能吃得好 赵玉珍不轻不重地 说了许文几句 许文轻叹一声 没好意思说 他在外面不但住得好 吃得好 还很潇洒 反而让他们二老 为自己担忧 实属不该 这次事件完成之后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好好弥补父母 在父母的房间坐下 许文陪着许姜和赵玉珍 看了一会儿电视 聊了一会儿家长里短 灯光昏黄 气氛温馨 耳边虽然还是熟悉的叮咛 但是许久不听 反而分外亲切 第379章重归平凡 夜色渐渐深了 许文有些困意 身边父母也打了的哈欠 显然已经到了困点 爸妈 我先去休息了 许文起身 略带困意地和许姜和赵玉珍 说了一句 去吧 早点休息 妈今天刚给你晒的被子 晚上如果闲冷 还有一床封被在衣橱里 赵玉珍一遍遍叮咛 在父母眼中 她永远是个不知道 照顾自己的孩子 等到许文离开后 赵玉珍坐在床沿 突然眉头一皱 垂了垂自己的腰椎 怎么了 腰疼又犯了 许姜赶紧关切一问 赵玉珍点点头 捂住后腰说道 刚刚从马扎上起的太急 腰椎可能又有点受伤了 你看看家里有没有膏药 我得贴一片 许姜赶忙下床翻箱倒柜 半晌之后 只翻到了一片膏药 先对付着吧 赵玉珍侧助卧下 许姜将药膏贴在了她的腰椎 勉强先对付着 许文回到房间之后 看了看时间 距离零点还有一个小时左右 她想着要不要拿个记事本 写点备忘录什么的 以防万一 但是思来想去 许文还是放弃了 她选择完全相信系统 将衣服换下 许文钻进了被窝 被窝柔软而有温度 虽然急不上海思藤云朵般丝滑柔软 但是却别有一番体会 这会儿没有困意 许文的念头在放飞 私人定制道具 会安排怎么样的一出戏 手机相关联系方式暂时被封锁 在他们眼里 我岂不是人间蒸发了 思来想去 许文发了一个朋友圈 外出学习 不能及时回复 有事情请留言 做完这一切之后 许文也没有去看 几乎秒出现的一条条朋友圈评论 而是躺在被窝中 静静等待零点的到来 过了零点 她的记忆将会被封锁修改 她将记不得系统的存在 忘记那些温柔的笑颜 她将回归平凡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终于距离零点开始倒计时了 许文脑海中的系统在提醒 十秒钟之后 将生肖记忆修改记忆封锁 九秒钟之后 记忆修改记忆封锁已开启 许文脑海中一阵眩晕 沉沉睡了过去 许文做了的梦 梦里面她真正实现了财务自由 住豪宅 开豪车 和不同的女孩子们产生交集 梦很美 能笑醒的那种 舒然间 许文醒了 沉光透过老旧的纱窗和窗帘 照射在斑驳老旧的房间中 书柜放着四大名著 还有自己高中的教学书 一旁的旧书桌摆着台灯 好像自从高中以来 这样的格局就没变过 许文眼神有一瞬间的恍惚和空白 但是渐渐的 记忆涌上来 她的双眼恢复清明 她想到了最近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自己经历的事情 大学暑假 自己和学姐孙娜娜合伙开了一家奶茶店 用心颇多 一番曲折之后 没想到竟然一举走红 生意红货 至于为什么红货 她竭力取去想 一时之间只感到好像蒙了一层雾气一样 想不到细节 红货程度达到了热销谦卑的成绩 这对于一家奶茶店老说 简直就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好成绩 但是 在风光的表面下 她也有苦恼之处 成本过高 利润空间不足 为了维持热度 宣传成本太大 导致虽然销售额惊人 但是这些钱基本上都投入了开销之中 一时半会根本无法动用资金 表面上是业绩长红 天天排队 实际上是资金捉襟见肘 至少短期内 营业收入还不好动用 只能全部投入维持门店的运营之中 唯一走捷径的办法就是招加盟商 自从门店生意红货以来 求加盟的商家自然也多了起来 但是 这些商家普遍实力不强 都是单店加盟 目前的上茶 根本没有能力去对接这么多的加盟店 所以加盟一直没什么进展 许文照样手里两袖清风 据说 今天 学姐孙娜娜又会对接一个很有实力的大客户 准备谈一谈区域加盟的事 成与不成 还是个未知数 许文从床上起身 将窗帘拉开 让阳光彻底照射了进来 今天又是个大晴天 匆匆穿好衣服 许文走出自己的小房间 一眼就看到父亲许江 拎着引着药店logo的塑料袋 匆匆回来 爸 你这一大早的怎么去药店 许文顺手借过塑料袋 看了一眼 里面是一整盒筋骨贴膏药 怎么 爸你这是 他不由地发问 你妈 好像腰椎痛的毛病又犯了 我去给她买点膏药贴住 你快去洗漱吧 许江匆匆解释了一下 进了屋子 许文心中担忧 匆匆洗漱之后 进了父母房间 一眼就看到赵玉珍垂着腰 艰难从床上起身的样子 鼻尖萦绕是明显的高药味道 妈 你这腰疼多久了 许文关切一问 老毛病了 没事赵玉珍微微活动 忍着腰痛 勉强笑着对许文说道 去医院看看吧 有问题不要拖着 您这腰痛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许文不是喜欢拖的性子 尤其是关系到家人的身体健康 当下便直接催促道 刚好我今天也没什么事情 妈 我带你去一趟人民医院看一下 没事更好 有问题也比拖出大问题来得好 不用不用 这点小事 没必要心事动众地去医院 妈这班还得上 毕竟能挣一个是一个 到时候给你娶媳妇 赵玉珍故作轻松 但是 眉角因为疼痛抽搐的轻微表情 还是出卖了他刺客的真实情况 走吧妈 许文故作不快 你看你路都走不了了 不要舍不得这点小钱 或者今天没上班少挣的工资 身体突出大问题 到时候就不是花小钱了 许江在一旁帮着劝说住 赵玉珍本来态度还挺坚决 那就是坚决不去医院 但是在父子俩双重劝说之下 态度终于软化 答应去医院检查一下 一家人匆匆吃了早饭 许江本准备也一起过去 但是被许文劝回去了 爸 我一个人陪着就行了 许文扶助赵玉珍 准备打车直接去海长市第一人民医院 上午人多 如果涉及到什么检查 耽误的时间更久 所以给一大早赶过去 赵玉珍刚刚还在逞强 现在走路却已经相当费劲 许江赶忙一起扶住 一家三口在路口拦了一辆出租车 许江将赵玉珍扶进去 叮嘱许文有情况第一时间告诉他 放心爸爸 没事许文宽慰许江坐进了车 随后请出租车司机 直接开往海长市第一人民医院 二十分钟之后 出租车稳稳停在了海长市第一人民医院大门口 在车里看过去 门整部已经有熙熙攘攘的人群 一派忙碌的样子 许文下车将赵玉珍扶了下来 母子俩慢慢向门诊部走去 海城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三甲级医院 辐射范围是整个海城六百多万人口 常年人满为患 进了门诊大楼 许文取出赵玉珍的医保卡 想先将母亲找个位置扶住坐下 再去挂号 举目四望 到处都是人 只有不远处靠近药房的等候区 还有位置可以坐住 许文刚准备扶住赵玉珍过去 耳边就有一道有些压抑的声音 许帅哥 是你吗 声音很陌生 许文下意识地找寻声音的来源 一眼就看到不远处 一个戴住口罩的护士妹妹 眼神含笑地看住自己 我们 认识 许文心中很是疑惑和不解 她可不记得自己认识什么护士妹妹 一直以来 她的个人感情生活都是泛尘可发的 没办法 平平无奇的她 前二十几年的人生一直都很平凡 也就是最近搞红了一个奶茶店 除此以外 没什么拿得出手值得说的地方 许帅哥又开玩笑了 我是王思佳 护士妹妹将口罩拿下 露出一张岁月静好的美丽脸蛋 许文一眼之下 双眼有一瞬间的恍惚 美是真美 但是 许文还是不认识 她搜长瓜度 不断向前推移时间 也不记得自己和这么一位 文静美丽的护士妹妹 有过什么交集 可是 人家确实认识自己啊 还叫出了自己的名字 现在认识了吧 王思佳笑着说 许文还是一脸茫然 你真的假的 是真健忘 还是我没存在感 我是田下闺蜜啊 王思佳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怎么说 也算是见过两次面 一次和田下 还有许文三个人单独吃饭 还有上次田下生日那次集体聚会 没有理由 他不记得自己啊 王思佳有些郁闷 田下 田下是谁 许文更是一脸猛 怎么又冒出一个 他一点不熟悉的名字来了 许文这样的表现 倒是一下子 让王思佳想到了什么 哦 许帅哥 我懂了 你这是和我演戏呢 王思佳轻轻拍了 拍起伏的胸口 终于注意到了重点 阿姨这时 王思佳一脸关切地问 许文虽然真的想不起 这位是谁 但是他坚信是自己的缘故 毕竟人家可是连自己名字都叫出来了 是不可能认错的 眼看着这一位叫王思佳的护士妹妹 问自己母亲的情况 许文也不去纠结 什么认不认识这样的问题上 立马解释了一句 我妈腰椎疼痛 路都早走不了 我准备过来挂个号看看 早说啊 我帮你 医保卡带了吧 王思佳伸出嫩白的小手 找许文要医保卡 许文想了想 便将医保卡交到了王思佳手上 你带阿姨先坐 我去挂号 等我 王思佳拿着医保卡 交代道 接着熟门熟路地拿住医保卡 直接去挂号机上帮忙挂号 许文则是带着赵玉珍 在药房的等待区坐着 赵玉珍虽然腰椎疼痛 但是此刻却注意力不在腰上 许文 你要不要给妈解释一下 这个姑娘是谁 为什么你要装作不认识人家 许文白口莫辩 她是真不知道对方是谁 但是这个理由又太牵强 你不认识人家 为什么人家认识你呢 这个理由不如不解释 所以 许文眼观鼻鼻关口 保持沉默 赵玉珍一边腰椎疼得直不起腰 一边嘴里还忍不住叹 这姑娘可以啊 一看就很文静的样子 还很热心 儿子你告诉妈 有没有戏 许文微微叹息一声 我连人家是谁都不知道 叫什么来住 好像是王思佳 还有他提到的 天下 这又是谁 隐隐的 许文感觉有点奇怪 说不上这种奇怪是哪里 但是就是有这种感觉 他不知道 他这幅表情落在赵玉珍眼里 却又是平白给赵玉珍增加无数猜测 微微沉默了一下 也不知道他想了些什么 许文 号挂好了 你扶阿姨去吧 我带你去找骨科的陈主任 王思佳拿着挂号单走来 帮着将赵玉珍扶了起来 小姑娘 谢谢你赵玉珍被王思佳扶了起来 近距离看住他 入目所见 虽然戴着口罩 但是眼神灵动 皮肤白皙 还这么热心 真是个好姑娘啊 赵玉珍心里感叹 不用谢阿姨 都是朋友 这点忙小意思了 王思佳轻声一笑 口罩掩住了他的笑容 却遮挡不住他眼神的笑意 许文默默在一旁 扶住母亲的臂弯 他在右边 王思佳在左边 这一左一右 赵玉珍感觉痛楚 好像都小了一些 来到骨科门诊前 王思佳先一步进去打了招呼 拜托了一下 虽然不否认医生都会敬业 但是 比敬业更多一些细心和照顾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果不其然 等到许文扶住赵玉珍进去 诊室内的医生和颜悦色 细心的问了病史 又做了细致的检查 赵女士 初步怀疑是腰椎肩盘突出 至于具体什么程度 是要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 建议先去照个局部CT医生细心的介绍住 在电脑上开了检查单 那陈主任 我就先带我母亲去做CT 待会拿着结果来找您 许文扶起赵玉珍 身后王思佳笑着和医生说着感谢的话 许文依稀听到这位陈主任在和王思佳打去 是男朋友 是朋友王思佳轻声一笑 走出骨客门诊 没走几步 王思佳走到身边 阿姨 别担心 这位陈主任是医院骨客的专家了 有他出手 肯定没问题 赵玉珍点了点头 扬起笑容 刚要说话 王思佳手机就响了 恩恩 我马上就到 挂断电话似乎是王思佳工作上的事情 许文 你先带阿姨过去吧 有任何问题 给我打电话 王思佳做了个打电话的手势 许文犹豫了一下 你的电话是 王思佳笑着 爆出了自己的号码 许文将号码存下 又顺便在微信搜索了下 还不是好友 看样子 不是自己微信上的朋友 那他究竟是谁 许文心中的疑斗越来越深 第380章等我换个大号 许文带着赵玉珍匆匆去CT 是排队 这个点已经开始人满为患 许文紧赶慢赶 终于排上了号 因为是挂的急诊 做完腰椎CT之后 两人就在休息区等报告单出来 趁着等待的功夫 许文添加了王思佳的微信 微信通过之后 王思佳关心地问了句 你和阿姨有没有做完CT 做完了 还在等结果 许文一边回复 一边顺手打开王思佳的朋友圈 他想找到一点互相认识的痕迹 若言所见 朋友圈里面 是王思佳分享的生活日常 点点滴滴 透着品味和不凡 美食 旅游 国内 国外 月龙雪山 苍山而海 马尔代夫的水上套房 浅草寺的浪漫樱花 迪奥阿玛尼 别墅宝石节 还有一个在他身边经常出现的女生 笑颜如花 自信而美丽 许文翻看着朋友圈 心里虽然谈不上自卑 但是多多少少 有点渴望而不可及的遥远感 这样的女生 她还高攀不起吧 而且 也不可能有过什么交集 可能 或许 有过一面之缘吧 有点沉默地关上手机 许文心中轻叹一声 平凡的自己 还是脚踏实地一点比较好 赵玉珍的报告单 赵玉珍在吗 CT式的医生 拿着CT单走了出来 许文连忙上前去 将报告单取了过来 有问题吗 赵玉珍双手扶住塑料座 想站却站不起来 只能急切地问了一句 许文拿出报告单 影像所见 清晰地写住临床印象 随和拖出 虽然许文不懂医学 但是这词还是能看懂的 大概 这就是腰椎肩盘突出的表现了 现在 重点是治疗手段 许文看了看满脸急切的赵玉珍 安慰道 妈 你别担心 我们去找医生看看 好 应该不是特别严重吧 赵玉珍自言自语 她之所以这么担心 就是怕这毛病影响自己上班挣钱 儿子还没结婚 还没成假 她不感谢 许文拿着报告单 赶着在医生下班之前 将报告单送给了医生帮忙查看 这一位骨客的陈主任拿起CT单端详片刻 摘下眼镜 将CT单放进了袋子中 很典型的腰椎肩盘拖出 而且 不是新发 应该已经有不少年了吧 这位陈主任细心地问询 和和气气 赵玉珍连连点头 主任 我这腰的毛病确实不少年了 以前就是保守治疗 休息一段时间就缓解了 但是这次好像感觉有点不一样 陈主任一番成因 赵玉说 腰椎肩盘突出是先保守治疗的 但是 你这腰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了 保守治疗效果肯定不佳 而且看你这个水盒突出程度 还有腰椎管狭窄 这回 恐怕要手术治疗了 她很果断地下了结论 赵玉珍听到手术这两个词 表情有些变化 这手术是要做什么手术呢 费用大概是多少呢 她试探注问 轻轻一探 眼神中有浓浓的担忧 你这个需要开大窗手术 保守估计费用在四万左右 陈主任一边回答 一边在电脑上写病例 建议你这个情况尽快进行手术 不能再拖了 你这个已经压迫神经了 再拖 说不定路都走不了 她拿出笔花花写了点什么 交给许文 你们家里商量一下吧 尽快手术 主任 我们先考虑下赵玉珍几乎是忙不迭地说道 接着扶住桌子就要助记站起来 许文赶忙上前将赵玉珍扶住 手中都能感觉到母亲有点颤抖的手 妈 你这是 许文本想和医生继续了解一些细节 但是赵玉珍如此助记离开 她也只能先扶住赵玉珍走出诊室 身后 那位陈主任摇摇头 她知道 这又是一位闲费用高的病人 太贵了太贵了 我回去找一下之前总做理疗的师傅 在她那里做一段时间的理疗 肯定就没事了赵玉珍一边摇头一边说道 腰部虽然疼痛 但是脚下步伐却快而急切 带着撕撕心交 手术费用是大问题 手术之后自己暂时没有收入来源也是一个大问题 她不想给家里人增加哪怕一点负担 所以赵玉珍几乎是想都不想的就要放弃手术 妈 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你只管去手术就好 许文安慰住赵玉珍 听医生的口气 这手术是非做不可 根本就不能再拖下去了 虽然门店暂时运营开销大 但是这钱 不挤也得挤 没事没事 我好住呢 赵玉珍摆摆手 咬牙故作无事 笑得很勉强 许文反复劝说 但是这一次的赵玉珍态度异常坚决 几番劝说 许文心中有些无力感 母亲这么坚决的原因 还不就是家里现在经济并不宽裕 几万块钱来 她觉得不是小钱 她觉得身体还能撑 还能挣钱 她觉得不能为儿子增加一点负担 毕竟一切都刚刚起步 自己没结婚 家里没新房 能挣一分是一分 母亲 包括父亲 将这一切负担都揽在他们自己身上 觉得是他们应该尽到的责任 许文一边扶着母亲 一边心中堵住 有一种无力感和愧疚感 站在门枕大楼外 许文的拳头不断地捏紧放松 捏紧放松 心中千万般思绪 纵有千万般豪情壮志 却好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一样无力 这一切 本就应该自己承担 意识之间 许文甚至有一种冲动 上查的加盟 只要想加盟的 基本符合要求就来这不惧 自己需要钱 真的需要钱 有了钱 不仅仅是治病 他很想 真的很想父母可以轻松点 不用带着病 还想着工作 不用衣服鞋子 年年穿穿年年 不用只想着粗茶淡饭 剩饭剩菜不舍得到 不用一包烟 舍不得抽放在冰箱里 他想让他们享福 他想 钱啊 钱 许文抬头看了看天 长出一口气 儿子 小事 你别有压力 一旁的赵玉珍看到许文这样子 反过来宽慰了一句 不是的妈 我们先回去 许文勉强一笑 心中却打定主意 一定要回去 想办法说服母亲 这手术 是一定要做的 在大楼外 许文打了出租车 带着赵玉珍准备先回去 半路上赵玉珍不知道看到了什么 突然叫住出租车停下 妈 怎么了 许文看住赵玉珍不解的问道 下车看看 走 赵玉珍勉强笑了笑 撑着车座要下车 许文赶紧扶着 一起下了出租车 下了车 许文顺着赵玉珍视线的方向看去 不远处 正是一座新开的楼盘 楼盘外打的广告挺诱人 妈平时上班没空去看 今天正好有这个时间 走 我们一起去看看赵玉珍看住远处的楼盘 和声对许文说道 许文不止一顿 家里现在这个经济情况 还去看房 妈 暂时不看了吧 房子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 许文劝说道 现在市区内的房价 都是万字头 一套至少一百多万开外 母亲这边腰疼舍不得手术 但是涉及到给自己买房 倒是不遗余力 一点不含糊 先看看吧 房价又不会跌 早买一天才能心安 走吧 先陪妈去看看赵玉珍看儿子步子不动 忍着腰痛 拉了一把许文 许文无奈之下 只好陪着赵玉珍去了一趟寿楼处 这是一个新开的楼盘 开发商也是国内巨头了 这个楼盘主打刚需 面积在九十多平到一百二十多平不等 母子俩刚进寿楼处 就有穿着光鲜制服 画着精致装容的寿楼来接待 寿楼美女一边接待着许文她们 一边双眼平和地将许文和母亲的样子 尽收眼底 心中快速做了一个判断 这是一家目标是刚需 但是经济实力并不是那么足够的家庭 于是她按部就班地介绍住 楼盘的区位优势 周边环境 敬业自然是敬业的 但是又少了那么点发自肺腑的热情 这边给您介绍这一套一百二十平的户型 前后通透 三房两厅两位 适合一家子居住 我们这里还有实景样板房 就在楼上 需要可以带您去实地参观一下 寿楼美女面带微笑 城市化地说住 不用了 就不去看了 因为样板房就在寿楼处 需要爬楼梯 许文果断婉拒了 倒是赵玉珍看了看儿子 眼中倒是有些想去看看的冲动 但是 既然许文不允许 他就也只能作罢 于是 他笑着对寿楼美女说道 美女 你帮我算算价格 包括贷款的问题 可以吗 这边请 当然可以的 寿楼美女邀请许文和母亲 到一旁的沙发上坐下 没一会儿 他拿着文件夹 计算器 过来准备算一下价格 因为是一房一价 赵玉珍选择了一个中间楼层 请寿楼美女算了一下价格 选款自然是不可能的 一上来就选择了按照最小首付比例 贷款的方式来计算 片刻后 看住算出来的价格 还有贷款实际月工 20年的总计还款金额 赵玉珍笑得勉强 寿楼美女趁着这个时候说道 您也知道 现在市面上的房价 基本上是只涨价不跌 我们中秋之后 还将进行一次调价 每一次调价 您就需要多付出几个月的工资 甚至还不止 他摆实实讲道理 您觉得现在我们挣钱的速度 能追赶房价上涨的速度吗 寿楼小姐笑得很动人 赵玉珍在沉默 许文看住算出来的总房价 白纸 黑字 每一个数字 他来回看了好几遍 毫无疑问 这是个遥不可及的数字 如果 门店运行一切顺利 人气不回落 房子的问题解决起来不难 又或者 招家蒙顺利 也能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 这一切都是如果 都是未知 至少 在此刻 在当下 他买不起房 这样的场面 寿楼美女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 只是笑了笑 将算好的价格 还有户型图 取来定数针定好 放进了楼盘的纸袋子中 帅哥 你们回去可以好好考虑下 目前我们清盘速度很快 您今天看好的楼层 说不定下午就会被定下 如果有兴趣 您不妨交一个定金 先锁房号 再好好考虑一下 他不急不缓地说的 也不催 因为房子真的很好卖 你不买 有的是其他的客户来买 卖给谁不是卖 赵玉珍勉强笑笑 站起来 又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多问了一句 如果交定金 是多少 瘦楼美女微笑不变 定金是五万 阿姨 后续款项 可以给您一定的期限 去补足五万 赵玉珍争了争 喃喃自语了一句 瘦楼美女看在眼里 表情也没有什么波动 略笑了笑 起身送客 售楼处内的抽奖处 不时有成交的销售 敲锣砸金蛋 有些穿住光鲜的买房客 前后看房成交不过一个小时 最后喜笑颜开地 带住装好购房合同的文件夹离开 许文和母亲 来势匆匆 去时也匆匆 赵玉珍拿着售楼出送的纸带 一边走一边还不死心地拿出来 翻来覆去地看 就好像多看几遍 会有什么奇迹出现一样 许文什么也没说 此刻再多安慰的话 都只是徒劳 或者说自己欺骗自己 他只是将一份想法 默默藏进了心里 突然间 他偶然间想起网上的一个梗 鲍贝尔在《大人物》这部电影中 饰演了一个骄横的富二代 叫赵泰 在他饰演的其他电影中 每每主角遇到挫折之时 网友们就会评论 还不快上赵泰的大号 真羡慕他 要是自己也有一个 许文的大号就好了 不过 也只是想想 许文忍不住自嘲一笑 觉得自己有点异想天开 实现不了的事情 却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妄想之中 这是病了 病得还不轻 在售楼处打上车 许文将赵玉珍送回家中 好说歹说 今天算是暂时先请了一天假 在家好好休息 许姜中午早早地就回家做饭了 简简单单几道菜 看得出来 心思完全在赵玉珍身上 怎么样 许姜面路关切地问 许文将医生的原话 原封不动地告诉了父亲 这么说来 是要动手术了许姜点点头 那就听医生的 我说了不用动手术 下午我去做一下理疗 赵玉珍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谁劝都不听 第三百八十一章入戏了 许文默默走出屋子 想回自己的房间 走到一半 又在屋外的窗子边站着 背靠着墙 屋子内 父母隐隐约约的说话声 还是传了过来 医生的话 你不能不听 你去做理疗 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许姜苦口婆心地劝说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赵玉珍声音压低 微微叹息 好几万呢 知道给儿子买房子的首付 还差多少吗 不是说不去治病 但是我想 还是尝试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 屋子里面一片寂静 过了一会儿 赵玉珍说了一声 我想试试许文沉默转身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目前店里才刚刚营业十天左右 热销一千多杯 至今为止销售额大概是几十万 刨除成本人工 净利润十几万的样子 但是 这钱还得用玉门店的运营 而且还不是自己一个人的 想从中预支个几万块钱 其实已经有点伤筋动骨了 但是 这钱是必须要用的 奶茶店虽然承载了自己的梦想 但是梦想可以有重新再来的机会 但是家人的健康 却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唯一的问题就是 这电视合伙经营 得去和学姐孙娜娜 好好商量一下 想到这里 许文沉默一番 给孙娜娜打去了电话 很快 电话接通 娜娜姐 我 许文还没连开口 电话那头 孙娜娜就迫不及待地说了一句 下午两点 到春信茶楼 我昨天和你提到的大客户 下午过来了 什么 许文神情一阵 这个孙娜娜早就提到的大客户 今天终于过来了 据说这个客户身价惊人 眼光独特 如果加盟店做得顺利 那么 许文微吸一口气 资金的问题立马就可以解决 到时候 自然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看了看时间 已经不早了 许文当即决定立刻出发 希望诸事顺利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春信茶楼 地处闹市 闹钟取静 是一处谈食品茶的好去处 许文走进茶楼 寻着包厢号 寻找学姐孙娜娜 准备先和她碰头 好像是这里吧 许文看了看门上的号码 轻轻推开门 一眼就看到了门里的身影 学姐 许文面带笑意 下一秒笑意却凝固在脸上 包厢里很安静 一个身材火辣 笑忠待妹的身影 正在包厢中 安静地等待着许文 记忆告诉许文 这就是孙娜娜 但是 刚刚那一瞬间的感觉 却让许文有一种 很荒诞的感觉 这 真的是学姐孙娜娜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 莫名其妙的一种幸福感 从心底深处升起 将自己怀疑的念头 强行压了下去 随后 一连串记忆 像是播放幻灯片一样 在心中闪过 从上大学 第一次见到学姐孙娜娜起 再到学姐毕业后 再到暑假的打工 再到现在 许文眼中的迷茫消散 这可不就是学姐吗 如假包换的学姐孙娜娜 学弟 下午好孙娜娜转身 笑容灿烂 一瓶一动 女人味十足 学姐好 许文微吸一口气 眼神突然一凝 无意中看到了孙娜娜 穿着的巴黎世家的黑丝袜 连忙拿起桌上的一杯茶 想喝一口 也是情绪的波动 刚拿起来 嘴唇碰到杯盐 哎 孙娜娜伸手想制止 许文却已经一口喝下 这是我的茶杯 她盯着许文 眼神似笑非笑 许文心中一惊 连忙放下茶杯 却尴尬地发现 杯盐上的点点唇印 抱歉 没事 孙娜娜擒着笑 抽开椅子 拉着许文坐下 接着表情异正 开始讲起了 接下来的细节 下午过来的这个客户 是座餐饮起家 家族公司运营了 不少个食品品牌 孙娜娜随便说出几个 许文就感觉有点耳熟感 似乎在商场里曾经见到过 所以 钱这个客户肯定是不缺的 而且 她也擅长发掘 潜力品牌 所以 我和你说哈 孙娜娜凑到许文耳边 明明包厢内里面 就她和许文两个人 可是孙娜娜 却表现得好像 隔墙有耳一样 吐气如蓝 气柔的嗓音 在许文耳边响起 说话的温温的气息 浮过许文的耳畔 痒痒的 许文竭力集中注意力 想抓住孙娜娜说的重点 好几次差点心愿一马 好在许文自己将自己 拉回来了 大概这些就是底线 到时候看吧 随机应变孙娜娜笑着说 许文点点头 又思索了一下 刚刚孙娜娜提到的 提出一些细节 和孙娜娜一起协商了一下 好在 有笑有情意 又是男女搭配 很快意见就达成了一致 孙娜娜看了看时间 又拿起手机看了看 站起身来 他们过来了 许文神色一领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至关重要 关系到门店的加盟 也关系到能否解决 自己目前所面临的的 经济拮据的困境 两人一起走出包厢 下楼准备迎接 还没出大厅 一眼就看到一辆 漆黑色的奔驰商务车 挂着外地的拍照 在门前停下 车门一开 下来一对男女 男人四十上下的年纪 衣着考究 气度不凡 身旁的女人 倒是一副娇俏能干的模样 提着包 带着文件夹 一看就是助手的模样 那位就是唐总 孙娜娜小声在许文身边提醒了一句 许文点了点头 微吸了一口气 和孙娜娜一起迎接了上去 虽然气场未必足够 但是他至少可以做到不卑不亢 礼数周到 唐总您好 我是上茶的许文 许文面带微笑 伸出了手 那中年人看看孙娜娜 又看看许文 点点头 伸手和许文握了握手 天风唐华 您好许老板 太言简一概地自我介绍 天风 就是孙娜娜前面提到的品牌管理公司 天风旗下 不少在省内耳熟能详的品牌 就是出自这家公司之手 一旁的孙娜娜适时地上前打招呼 唐总也是面带微笑地点了点头 许文将这一行两人迎接去了包厢 又安排店里开始上茶 于是 四个人在宁静的包厢中坐下 一边听包厢内的人工水流的水声 一边坐下开始闲聊 许老板很年轻啊 这位唐总顺口提了一句 面带笑意 和您比起来 我确实是个出出茅庐的小辈 许文摇头一笑 包厢外的老板娘亲手将送了上来 我来吧 孙娜娜娜娜娜熟地将茶杯烫水 接着倒好吉祥的茶水 唐总 您请许文邀请唐华品茶 唐华拿起茶杯 轻轻抿了一口 许文也拿起茶杯 喝了一口 接着随意地和这位唐总聊了聊 琐碎的时事新闻 有点看不出来 这位唐总虽然人到中年 但是对当前发生的很多大小新闻 信手拈来 无论哪一个都能聊上几句 双方简单聊了聊 等到气氛熟络之时 许文正准备开门见山 没想到这位唐总却比他还直接 这位许老板 您这家上茶 开得是挺有意思的 他笑着评价 既不夸上茶有多红货 也不提自己的想法 就是简单一句挺有意思的 是还不错 想必唐总应该也简单了解过我们店了吧 许文接下话茬 只是略知一二 你们店 目前日销 稳定谦卑已上了 许文笑着回答 身边的孙娜娜将整理好的相关门店信息 适时地展示给了这位唐总 唐华接过资料 开始翻开 布什还和身边的助理简单交流着信息 片刻之后 他将资料合上 挺不错的店 他继续评价 从刚刚的有意思 已经到了现在的不错 许文就不信他没提前调查过 唐总 您应该也知道 一家新店 不是加盟店 完全自创的品牌 做到日销千杯以上 是什么概念 许文努力讲着自己店的优势 有一说一 一家初创品牌 开店就做到日销千杯 那的确是挺了不起的 这位唐总表情很平静地听住 虽然许文努力想掌握主动权 但是对方这架势 看样子是真的挺难的 一点也不像是求着要加盟的样子 反倒像许文这边求着他 所以 唐总你目前是想怎么样的一种加盟方式呢 以唐总的实力 应该是选择区域加盟吧 所幸 许文很直接了当地问道 看对方怎么回答 许老板 我想你搞错了唐华突然一笑 和身边的助手对施一眼 您的这一家上茶 当然是一家很不错的店 我也不会说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 故意无视你这家店的成绩 故意挑刺贬低 唐华平和的说道 气质儒雅 说话缓慢 却有力量 作为一家新开门店 在没有任何品牌助力的加持下 单靠自身的特色 还有允许范围内的宣传造势 连续达到这个成绩 确实是可圈可点 唐华略作点评 语气毫不吝啬对上茶的夸赞 所以 我想我们可以换一种合作方式 唐华喝了一口茶 轻轻放下 看了一眼许文 轻轻说出一个数字 700万 一次性转让上茶所有相关产权 相信我 上茶这个品牌在我手里 才会真正焕发夺目的光彩 唐华开出了一个 根本不可能拒绝的价格 这话一出 石破天惊 不是加盟 要买店 第一反应 许文是拒绝的 这家店虽然开业不久 但是前后筹备 准备 包括现在开业 成绩斐然 可以说是一步步看着它成长起来的 眼看着就要开花结果 发扬光大 现在却有人来直接摘桃子 换谁都不愿意 但是 700万啊 谁能拒绝得了这个数字 虽然失去了上茶 失去了见证它一步步壮大的可能 但是有了这笔钱 自己完全可以做很多事情 而且 正如唐华说的 上茶想真正壮大 光靠这一家店慢慢成长可不行 得要有外部资金 就是注资也好啊 许文心中闪过这一道念头 要让他完全将这家店交出 他是不愿意的 似乎是看出了许文的想法 唐华继续说道 必须一次性转让 你们完全退出的那种 唐华相当强势 并且毫不担心会被拒绝 许文陷入沉思 一边是灌注自己心血的创业成果 一边是唾手可得的几百万现金 为梦想 还是为面包 这是个问题 也是个绕不过的问题 一时之间 许文难以抉择 他需要时间 唐总 我考虑一下吧 许文礼貌一笑 这不是一件小事 他不想当场拍板 而且 价格也是弹出来的 许文觉得对方应该还有一个心理底价 也好 不住急 唐华微微笑道 接着站了起来 那我就先走了 我们精明两天都会在海城 你们想好了 可以给我打电话 唐华的助理给唐华批好外套 两人准备先行离开 许文健壮起身相送 孙娜娜也赶忙跟在后面 一起同唐华他们下了楼 好了 你们留步吧 在大厅 唐华礼貌地和许文打了一声招呼 便和助理一起上了漆黑色的商务车 转眼之间 车就开走了 许文和孙娜娜站在茶楼的门口 一直目送住他们开车离开 两久 两人回到了包厢 准备好好聊聊这件事 其实加盟我还可以接受 但是他开口就要一次性转让 这个我有点接受不了 许文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是觉得我们的心血 不应该这么直接地用金钱衡量对吧 然后 还觉得我们的上茶还大有可为 对吗 孙娜娜笑着分析了许文的心声 不是吗 许文确实是这种想法 对也不对 你想啊 我们开店本就是为了挣钱 诚然 上茶是很有前景 但是未来的事情谁说得准 留在我们自己手上的同时 我们也要承担 他可能带来的不确定因素 孙娜娜很认真地说道 如今有人愿意接受转让 风险转嫁 我们拿钱离场 也没什么不好的 人生苦短 何必追求太多 孙娜娜就差说及时行乐了 静谧的包厢内 只有孙娜娜好听的嗓音 她一边说 一边喝着茶 穿住黑丝袜的细长双腿 柔和的交叠 还是老话题 面包和理想 许文渴求面包 但是骨子里面 她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我再好好想想 娜娜姐许文没有当场表态 第一确实是要考虑 第二 对方一提条件自己就答应 怎么想都不对 好 是要好好考虑下 顺便多说一句 这店卖掉的话 你就可以有车 有房 有媳妇 有存款了 想想就开心呀 孙娜娜说话带着思思蛊惑 媳妇在哪 许文闪过一道念头 鬼使神差地看了看 孙娜娜的巴黎世家丝袜 丝袜不丝袜的无所谓 主要是许文喜欢看上面的字母 第三百八十二章 父辈的同学聚会 离开春信茶楼 许文还在想事情 她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奶茶店 不仅仅是自己投入了心血 孙娜娜也是一样 抛开理想不说 多多少少也是有些感情的吧 怎么感觉学姐好像很迫不及待的 想将店转让的样子 这么筑集套现离场的吗 还是说 原谅她胡思乱想 但是真的感觉 学姐好像是站在对方那里一样 许文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 不可能 我怎么能这么想 许文心里闪过一丝愧疚 觉得自己有点胡思乱想了 许文是坐公交车回去的 过来是赶时间 所以打车 但是回去 因为不住急 所以她选择省钱 在公交车上 许文一边看住窗外 一边在想事情 她也很想将上茶发展壮大 不断开分店 越来越火爆 她也羡慕向往国内 网红奶茶店的几个巨头 开店数千家 获得资本青睐 但是 自家人知道自己是 月营成本的压力 利润空间的压缩 经验的不足 称一家店可以 再开更多的店 就有点力有所不逮了 以上种种都是问题 但是最重要的是 她很缺钱 她可能没那种耐心 去选择未知 赌一把自己的未来了 母亲的腰伤 需要用钱只是一方面 不富裕的家庭 辛苦操劳的父母 将来买车买房的压力 以上这些压力 许文只想自己承担 她不忍心 也不能让日渐年长的父母 再帮自己承担了 他们也只是上班族 他们赚的钱 每一分 也都是辛苦汗水换来的 而现在 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两条路 一条路未知 充满风险 可能前途万丈光明 也可能坠入无边悬崖 一条路明朗 机会就在眼前 只要自己同意 不说大富大贵 但是立马就可以解决 母亲的腰伤 解决就在眼前的 房子汽车的问题 父母不用辛劳 自己也能有一笔资金 可供自己再次起航 许文心中的天平 在不断倾斜摇摆 车窗外的厂房小跑 轻而易举地超过了公交车 许文只能看到车尾灯 公交车上的一对夫妻 满脸笑容地拿住售楼处的文件袋 满是购房的喜悦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人生 没有最好的 只有最合适的 一个人虽然理想可以无限放飞 但是你得承认 他的发展高度 其实早已经命中注定 许文树然一笑 心中有了答案 从离家最近的站点下车 许文心中略显轻松地下了车 怀没到家门口 许文就看到父亲许江的一个好朋友 宋叔 据说这位宋叔现在做买卖 混得相当不错 只不过 宋叔来自己的家事 宋叔 许文笑着向宋叔打了招呼 来家里做作 是许文啊 就不做了 我是来给你爸送车钥匙 我这还有点是宋叔温和一笑 先是将车钥匙直接递给了许文 接着指了指不远处的一辆雅阁 诺 车那里 钥匙你带过去吧 似乎还有事情要忙 宋叔也没有和许文过多寒暄 许文拿着车钥匙 疑惑地看了一眼 不远处赠光瓦亮的车 转身回了家 一进家门 许文就看到母亲半躺在床边 痛感似乎好一些了 腰后面垫着靠背 许江正忙住倒茶 顺口问了一句 是去店里了吗 没确定的事情 许文当然不好和父母吐露 只是点了点头 接着拿出送书给的车钥匙 老爸 刚刚我在门口遇上了送书 他给了我这个许文将车钥匙拿了出来 车就停在门口 你是找送书借车了吗 差点忘记这茶了许江拍拍脑袋 说出了原委 原来 几周之前 许江他们高中同学 就商量好了一次 每十年一句的班级聚会 同学聚会 别说许文他们这一辈流行 就算是他们的父辈 同样逃不脱这样的宿命 许江他们这个年纪 一辈子基本上已经定型 同学会再相聚 自然就是聊事业 聊家庭 甚至聊下一代 原本 许江是打算去的 为此 甚至找送书借了车 因为要喝酒 还准备让许文开车 但是现在 赵玉珍腰伤复发 许江顿时没了兴致 我还是和他们说一声吧 就不去了 许江打消了参加的念头 赵玉珍见状连忙制止 你去你的呗 我这里又不差你一天 该去去 许文 晚上你开车送你爸过去 路上注意安全 许文点点头 许江一脸纠结 但是思来想去 还是犹豫住同意了 趁着时间还早 许文帮助父亲许江 将赵玉珍 晚上要吃的晚饭准备好 虽然很明显没用 但是许江 还是买了猪大骨熬汤 美其明月补盖 等忙活完 猪骨汤也炖得差不多了 就父子俩人 说起话来 也没什么遮遮掩掩的 当然是有的 我还记得当时班上 有一位叫吴庆的女同学 用我们那个年代的审美来形容 那就是出水芙蓉 温柔大放 许江说着说着 难免露出一些回忆的表情 爸 是你初恋 许文顺口问道 差一点算吧 也或许是单相思 那么些年过去了 她的样子 好像都有些模糊了 许江嘿嘿一笑 就习惯性地想摸烟 这次参加同学会 她特意带来一包 没开封的烟 人到中年 可能都会有些烦恼吧 没有娶到最爱的女人 将就住结了婚 生活的重担和柴米油盐 老婆的喋喋不休 诸如此类种种 构成大多数平凡中年人的一生 过了好久 许文问了一句 那后来呢 后来要是有什么情况 那就没你了 小子 许江潇洒一笑 像是在聊一个不相干的人 我们那个年代 高中学历已经不错了 而吴庆 却成了我们班少有的 考上大学的女生 后来的轨迹 当然不一样了 此刻 许江有点感叹 她上大学之后 按部就班地认识了她的老公 算是很相配的两个人吧 两人本就是高学历 在那个年代 这样的底子本就不一般 自然是生活越过越好 下一代的起点 更就不一样了 说到这里 许江微微一顿 神色复杂地看了看许文 对不住了儿子 爸妈没能给你打下 什么好的基础 许文摇摇头 老爸 瞧你这话说的 你们给我的 我已经一辈子受用不尽 许江张张嘴 没说出话 眼神却有一丝 释然和欣慰 中年人 学会了沉默 许文开车 十分娴熟 许江略有点讶异 印象中 儿子拿了驾照之后 好像也没有什么 练车的机会 许文也有点奇怪 总感觉自己 好像经常开车一样 来不及过多讶异 许江他们这次的聚餐地点 已经快到了 一家老牌饭庄 许文在停车场上 找着车位 慢慢倒车 车旁还有一个空位 许文倒车的时候 一辆宝马三系 快许文一步将车倒好 随后 车窗一开 一个衣着挺年轻化 体型略胖的中年人 将车窗降下 老许 刚刚看住就觉得是你 好久不见啊 中年人趴着车窗 看住许江 许江看了看中年人 很快将他和记忆中的一个人 对上号 你好 陈老板许江礼貌地打着招呼 也仅仅是止不于礼貌 认出我来了吧 这你儿子 中年人打亮了一眼 开车的许文 许江点点头 简单解释了一句 我儿子开车方便一点 万一喝酒呢 对吧 哦 是这样 这被称呼为 陈老板的中年人点点头 顺口一问 车不错啊 你的车还是你儿子的 许江眼神中闪过一丝犹豫 笑道 我再开 我儿子到时候再给他买 陈老板笑意不减 眼神冲车里面略一打亮 这车是去年的款式吧 多少钱落地来住 他好似是不经意的疑问 许江一正 略有点尴尬 许文回忆了一下 刚想告诉老爸 就听到外面那层毛板笑了起来 你说你啊 老许 车借的就借的吧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都是老同学许江面色有些尴尬 前笑两声 爸 我们下车吧 许文表情平静地熄了火 轻声提醒许江 好 许江如梦初醒 下了车 那尘老板看起来很是热情地 拍了拍许江的肩膀 许江不自然地笑笑 被对方揭穿后 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滴 不远处 一辆保时捷闪烁着车灯缓缓驶来 许江和那尘老板同时争住了 保时捷靠近 许文看到开车的是个穿着时尚讲究 画着精致装容的女生 在他身旁的副驾 坐着一位看不出年龄的女人 优雅 大方 岁月 似乎根本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什么痕迹 车窗降下之后 这女人微微探出头来 笑意盈盈 老同学们 好久不见许江还呆住 陈老板却一下子反应过来 吴庆 你好你好 他笑的热情 和刚刚见到许江的浮于表面的热切 完全是两个概念 刚刚是一种带着优越感的热切 而现在 就是实实在在的热情了 嗯 你好啊 陈松 还有许江 吴庆笑着看向许江 眼神有些回忆 有些探寻和好奇 吴庆许江回过神来 眼前正是多年前曾让他魂牵梦营的面孔 这么多年过去了 好像就没怎么变过 不过 都过去了 你好许江真诚一笑 是那种纯粹的见到老同学的笑 这就是父亲说过的吴庆吗 许文在车旁看住这个穿著讲究 很显年轻的女人 就这气质长相 年轻的时候 在那个年代 杀伤力可想而知 许文在车后面看得分明 父亲在紧张的时候 小拇指会不由自主地颤动 刚刚 最初见到吴庆的时候 小拇指确实在颤动 但是很快 就平静下来 看得出来 他真的挺识然的 许文决心帮父亲保守这个秘密 保时节中的女生走下了车 气质模样和吴庆有些相像 只是多了些青春气息 和特属于这个年代年轻人的气质 他微笑着看中母亲和几个老同学寒暄 随后和站在车旁的许文视线无意中一对 出于礼貌 两人互相点了点头 女生很快一开注意力 实在是眼前的许文没什么特别之处 他挽住吴庆 随后被吴庆拉过来好好介绍了一下 这是我女儿 叫杨淑英 淑英 叫两位叔叔好 两位叔叔好 杨淑英落落大方的和陈老板 还有许江打着招呼 陈老板哀悠一声 都大姑娘了 上次叔叔见到你 你还是个小姑娘呢 叔叔什么时候见过我 杨淑英好奇地问 陈老板一脸追忆 十年前吧 许江回头看向许文 示意许文过去 这是我儿子许文 叫叔叔阿姨许文按照许江说的 向他的两位老同学问好 陈老板点点头 没说什么 倒是吴庆挺友好的看住许文 眼神真的挺像一个长辈 小伙子越来越帅了 你和我家淑英应该同龄吧 许江街上话查 我儿子今年是二十二 那还真是同龄 你们两个年轻人 也互相打个招呼 吴庆笑着说道 拉着杨淑英 母亲都开口了 杨淑英微微一笑 你好 我叫杨淑英声音细柔而好听 她没伸手 许文自然也不会伸手 你好 许文微微点头 我叫许文 杨淑英的礼貌中 透着距离感 许文自然也不会 闲得没事要贴上去 她其实打算在车里 等许江 那边 陈老板却已经在热情地 招呼道 淑英 一起上去吧 随便吃点言语之间 只字未提许文 杨淑英微笑着点点头 顺便奇怪地看了一眼 没被提到的许文 小雪 和阿姨叔叔们一起上去吧 吴庆倒是还记着许文 热情地邀请道 你看我这记性 这个小雪 走啊 上去一起吃点 陈老板看了看许文 随口说道 不去了吧 许文婉拒 这样的饭局 没什么好去的 走吧 陪爸爸一起上去 一直没说话的许江突然开口 给了许文一道眼神 许文读懂了父亲的意思 好的吧 许文平静中透出笑意 这是 他听许江的 第383章 我同意 聚会是在顶楼的一个大包厢 一共两桌 许江的那些高中同学 能赶来的 基本上都赶来了 人到中年 有的同学保养不善 秃顶的秃顶 发福的发福 也有女同学保养的还算不错 看起来能比实际年龄 年轻上十岁 许江的白月光 吴庆 当然是个例外 他那不仅仅是保养好 而是真正的家庭美满幸福 不用奔波劳碌 光是这个心态 就能让他年轻二十岁 此刻 他是惊天聚会 当之无愧的焦点 几十年前 眼前这群中年人 还是风华正茂的时候 他是女神 几十年之后 这群中年人老得老 油腻的油腻 而吴庆 美丽如初 仍然是被众星捧月的女神 吴庆 你怎么这么些年 一点没变啊 还是这么漂亮 有身材发福的中年女同学 一脸羡慕 我这么多年 最后悔的 就是当年没追到吴庆 不过这是说归说 你们别告诉我老婆啊 有一观楚楚的中年人 开着玩笑 吴庆面带优雅大方的微笑 和老同学们一一寒暄 杨淑英跟在吴庆身边 母女俩长相相似 年轻的气息 让杨淑英更是显得落落大方 青春靓丽 陪着母亲一起 想这些叔叔阿姨 被的母亲的老同学们问好 叔叔阿姨好 杨淑英礼貌微笑 吴庆 你的女儿长得真像你 又漂亮又有气质 谈对象了美 吴庆笑着摇头 暂时还是专心学业 准备来年送她出国读书 周围的一众老同学 看住杨淑英 那种眼神就像是在看别人家的孩子 想想我家的 一天到晚就是吃喝玩乐 还总去蹦迪 想想就来气 我家的也好不到哪去 整天脑子里想的就是搞对象 一天到不知道在想什么 羡慕啊 要是给我家做儿媳妇 我恐怕做梦都会笑醒 你还是前翠做梦吧 大家围着吴庆 以她为中心 是最热闹的位置 对了 吴庆 你老公呢 有同学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他 最近有点忙 带他们公司的员工出国考察去了 无尽简单地说了一句 大家又是一阵唏嘘 差距感 就是这点点滴滴形成的 许江从来就不是班级的中心 只有几个当时和他玩得要好的老同学 过来打了招呼 老许 你儿子啊 几个大叔和许江见面 眼神热情 笑声爽朗 又注意到了许文 对 我儿子 许文 叫几位叔叔好许江满是老兄弟相见的喜悦之情 几位叔叔好许文带住微笑 打了招呼 许江的这几位要好的老同学 体型相似 穿住普通 就是普普通通中年人的样子 谈不上混得好混得差 都是奔波于生活的普通人 同学会虽然会有攀比 但是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 其实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这样的年纪 早已经学会了一笑而过 小伙子挺精神的 有女朋友了吗 没有叔叔们给你介绍一个几个中年大叔开着玩笑 还没有 如果有合适的 叔叔们帮我留意留意不管是不是客套话 许文还是挺乐于给自己创造机会的 许江在一旁乐呵呵的听住 顺手拆开包装给几个同学散了烟 好说好说 叔叔给你留意哈 结果烟 几个中年人派着胸脯保证 咦 老赵你自己姑娘不就挺合适 何必要舍尽求远呢 有个秃顶大叔突然想到了什么 一派另一位中年人 啊 这 老爸这位姓赵的同学 有点尴尬地挠了挠头 我姑娘 也不是不行 就是不知道小许 你会不会中意比较胖一点的女孩子 她说的倒是挺诚恳的 不像是在敷衍 许江突然插话 其实我觉得吧 年轻人还是要自己去认识比较好 要主动出击 不能一天到晚等住介绍 她可是还记得 孙老板家的闺女的 就是不知道现在进展怎么样了 啊 也是 几个大叔眼神一交流 心照不宣地笑了笑 这次聚会的牵头者 是个气度威严的身材高大的中年人 据说是当年父亲他们班上的老班长 各位老同学们 上次聚会 庞扶还是昨天 一转眼 我们就再次迎来了十年一次的同学会 请大家入席开怀畅饮 因为桌子够大 加两个年轻人的位置 绰绰有余 桌子不是那种十几个人的小桌子 而是可以坐下二十个人都不显得拥挤的大桌 一群几十年前的同学 互相招呼住坐下 酒水饮料 挨个拿上了桌 来 多喝点酒有大叔将白酒开瓶 走下座位开始倒酒 多少搞点酒 毕竟是老同学见面 家里老婆有意见把电话给我 我来说这位大叔倒是挺豪爽 喝归喝 你看你给我倒这么慢 多一滴都要慢出来了 真是 除了桌上的女同学们一律不喝酒 其他的男同学 包括许江 人手一杯白酒 年轻人 你是许江儿子吧 来喝点酒 中年人这酒轮到给许文到了 许文微笑着摇手婉拒 叔叔不好意思 我待会还得送我爸回去 咱们下回再约约怎么 怕回去被老妈教训中年人哈哈一笑 倒是没再坚持 许江的几个女同学开了耶知 热情地给吴庆 还有杨淑英道上 谢谢阿姨 杨淑英立刻礼貌地道谢 给人的感觉像是清风拂面 尺度拿捏的恰到好处 几个中年女人是越看杨淑英越喜欢 越看吴庆是越羡慕 说真的 他们真心感觉吴庆就是那种人生赢家 家庭美满幸福 生活富足 自己那么多年还一点没变 他顺手将饮料放在了桌上的转盘上 许文平静地将转盘转了过来 自己给自己倒了耶知 同学会自然有焦点 也有被遗忘的 许文端详着优雅的吴庆 还有身边学着母亲一样礼貌大方的杨淑英 心里有一丝鸣雾 也有一丝触动 人为而言轻 满桌宾客 一个不足为道的小人物可能吆喝半天 都记不上有人轻轻一举酒杯 满桌寂静 来 敬大家几十年的同学情谊 大家前辈不知道是谁起头举起了酒杯 许文站起来 刚将饮料喝了一口 却看到杨淑英假装在喝 其实一滴未占 坐下后 他们开始闲聊 先是聊到了吴庆 许文在一旁听着 提取着他们聊天内容中的信息 吴庆的老公现在是公司高管 一年收入百万的那种 这样的收入 足以支撑吴庆一大家子 过着富足优雅 不紧不慢的生活 难怪岁月未曾在吴庆脸上留下痕迹 青春有的时候 也是需要金钱去供养的 而许文一家 一年的收入可能还急不上人家的零头 虽然谈不上很羡慕 毕竟许文也算是就差临门一脚也能见到钱的人 但是许文也不得不承认 这样的收入 确确实实和他们这样的普通家庭拉开了鸿沟 一转头 许文看到父亲许江在低头喝着酒 他可以理解父亲的这种感觉 曾经若即若离的两个人 现在的差距却好像天壤之别 一个过上了富足从龙的生活 一个却仍然苦哈哈的在为生活挣扎 对方越是幸福 越是证明了他们没有走在一起是正确的 换谁 都会惆怅一阵子吧 而这样的家庭 培养出的女儿自然是出色的 杨淑英现在就读于国内某个名牌大学 成绩优异 目前已经在准备出国留学 看他谈吐 衣着 举止 就知道吴庆在他身上花了多少心血 话题又聊到了许文在停车场上见到的陈老板 这个陈老板和人合伙开了个小型加工厂 现在据说收益也不错 儿子现在就独于省内一所知名高校 也算得上是学业有成了 几个老同学半是开着玩笑半是认真 一边招呼住陈老板 一边给他敬酒 这个陈老板也算是来者不拒 酒量绝对惊人 许江已经竭力保持低调了 但是想不到 话题还是转到了他的身上 老雪 你现在做什么呢 有同学好像是想起了什么 好奇地问道 吴庆正和身边的老同学聊天 此刻却微微一顿 远远地看着许江 眼神柔和而好奇 如果眼神能说话 他一定会问 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 许江摇头笑了笑 我还能干嘛 老老实实上班呗 他感受到了吴庆的目光 说不上那是什么感觉 儿子现在就在本地读大学 就这样一大家子 在海城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 也挺好的 许江眼神有一种 看开的地诗人 问的同学 没了继续问下去的兴趣 倒是吴庆 点头说道 这样是挺好的 简简单单的幸福 平淡又美好的生活 我有时候也挺羡慕你们这样的 他说的倒是挺真心实意的 陈老板在旁一笑 老雪啊 你倒是知足者常乐 但是有些问题 也不得不面对啊 儿子以后结婚 车 房 这些总不能等住天上掉下来吧 他笑眯眯地问 也不知道是不是存心的 许江面色微微一僵 陷入了沉默 老陈啊 你以为谁都是和你一样是大款吗 大家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有和许江要好的男同学 看不下去了 回了陈老板一句 陈老板前笑一声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平凡没问题 但是安于平凡就不太好了 我说句不中听的话 叫 穷泽思辩 老许 你觉得呢 吴庆眉头微微一簇 看了老陈一眼 陈老板却只是看住许江 在等待他的反应 那种眼神 许江不喜欢 我是没什么大志向了 但是我儿子喜欢创业 现在已经走上正规了 许江解释了一句 吴庆迫不及待地夸赞了一句 那很好啊 一旁的杨淑英 也好奇地看了许文一眼 似乎 有点没想到 这平凡的外表下 还有一颗敢于挑战的心 陈老板可没那么好糊弄 小年轻创业啊 他扎扎嘴 是做了什么项目 在座的大家都是过来人 给人家小许提提建议也是好的 他看向了许江和许文 奶茶店啊 陈老板摇摇头 现在这奶茶店可是开一家倒一家 不好搞哦 听闻许文开的是一家奶茶店 杨淑英眼神之中的好奇感也消失了 一家奶茶店 能有多大折腾镜 说自己平凡没有关系 但是提到儿子 许江还是想争辩几句 怎么就不行 现在的店火了不都有加盟 陈老板忍不住笑了起来 加盟哪里有那么简单 你儿子的店应该也就是刚开没多久吧 现在生意好不代表以后生意好 人家加盟商也不是傻子 许江心中不愤 还想争辩 却被许文拦下了 爸 没必要解释 他平静地说了一句 许江表情一阵挣扎 还是放弃了继续争辩下去 陈老板看似乎是达到目的了 校助转移开了注意力 只有吴庆还想着帮许江说话 现在有多少年轻人 在这个年纪能想到创业呢 我觉得有这种想法 就已经了值得夸赞了 更何况已经付诸行动了呢 对对 吴庆你说得在理 来 我们喝酒 陈老板拿起酒杯 自然地转开了注意力 就在这个时候 许文的手机却响了起来 他拿出手机看了看来店 竟然是学姐 孙娜娜 接通后 孙娜娜声音中带着喜色 许文 对方提价了 一千万 卖不卖 一千万 饶是许文 心中也是一突 对方为了上茶 竟然愿意主动涨价 但是 现在不是感叹对方 愿意涨价这个意图的时候 而是 过了这个村 就没有这个店了 机会难得 要不要答应 一千万啊 许文 机会难得啊 这样的买家 可遇而不可求 谁知道会不会反悔 孙娜娜在等待许文的意见 许文拿着手机 却在此刻心中 一瞬间想到了很多 他想到了赵玉珍 带病还想着去工作 就为了那碎银二两 他想到了售楼处 渴望而不可及的房子 你不买 但终究会有别人买 他想到了别人那些体面优雅 又从容的生活 谈笑风生 可以不用吃生活的苦 再到此刻 看看这满桌高堂扩论的样子 不幸但看言终究 卑卑仙境有钱人 许文突然下定决心 第384章重回巅峰 许帅哥 你终于同意了 电话中的声音透出放松 彭扶完成了一件 相当重要的任务一样 许文点点头 问道 怎么了学姐 怎么好像你一直在等我同意一样 那可不是吗 我还等着分钱呢 孙娜娜的声音中透着笑意 那就这样说定了 客户比较住急 你在哪里 许文想了想饭店的名字 报了位置 那行 也省得重新再约地点了 我这边直接和买家 去这个饭店吧 到了联系你 很快 最多20分钟 孙娜娜匆匆挂断电话 许文放下手机 满桌的人没人注意她接了电话 想了想 她对许江说了要离开一会儿的事 爸 待会门店有点事情要处理 我可能要离开一会儿 请 许江点点头 犹豫了一下 又多问了一句 没什么事吧 小事 我自己处理一下就好 她将这事一笔带过 此刻 许文是真想将原委完全告诉父亲 但是 她还是忍住了 那好 门店的事情要紧 你给叔叔阿姨们打个招呼 就先去吧 许江放心了 又提醒了一下许文 我知道的许文点点头 很礼貌地和大家打了招呼 什么事这么晚了还要处理 许江的同学 生意不大 却很有老板发的陈老板 一边头也不抬得吃东西 一边顺口一问 哦 没什么大事 许文轻描淡写 门店的事情要处理一下 虽然不想说太多 但既然对方问了 在座的又都是许江的老同学 所以许文还是保持着最基本的礼貌 一个奶茶店晚上能有什么大事 吃完了再去呗 陈老板终于抬起了头 擦了擦嘴 挺重要的 是有客人来谈转让的事情 许文看了看这个陈老板 也懒得遮掩了 许江本来正在吃饭 一听这话 顿时面色一僵 有点愣愣地问 不是 这店不是开得好好的吗 为什么要转让 他有点猝不及防 事情在敲定之前 许文当然不可能全部吐露 万一出现意外呢 所以 也只能语焉不详地回复了许江 对方 给了个不错的价格 但是 谁会注意这些 常人的眼光来看 转让 可不就是经营不善 才会转让吗 陈老板扎扎嘴 所以说 奶茶店这种创业项目 那就是一个坑 他看住许文 略有怜悯 一个年轻人 贸然进入一个陌生的创业项目 本来志得一满 最后却逃脱不了经营失败 转让的结局 想改变命运 果然不是那么简单的 特别是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陈老板想起了自己 有些庆幸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吴庆放下筷子 看住许江 他清晰地想起了多少年前 眼前这个中年人 也曾经是意气风发的少年 也曾撩动自己的心弦 而如今 生活 岁月 一遍遍地将昔日那个少年 变成了如今这个沧桑的中年人 刚刚谈起 儿子眼中还有光 但是一转眼 又被眼前这个消息打击得面色苍白 腰更勾楼了 吴庆想帮 又不知道如何帮 想安慰 又名不正言不顺 他是谁 他又是谁 吴庆心中微微叹息 又注意到了许文 这个年轻人的神情 好似并没有那么沮丧 这个心态 倒是很好 我得做点什么 于是 吴庆看向了自己的女儿 杨淑英 淑英 你大学的专业不就是和这个相关的 要不你过去帮忙小许看看合同 别有什么合同陷阱 杨淑英有点无奈 心想 一个奶茶店的转让 能有什么陷阱 条件谈好就转呗 不过 看到母亲西纪的目光 她只能轻叹一口气 好吧 我就过去看看 许江还没从刚刚那种突如其来的打击中回过神来 此刻只是嫩嫩地抬起头 儿子 你快谢谢你吴阿姨 还有小杨 不用不用 小事而已 吴庆温和的摆手 接着看住许文 安慰道 年轻人创业都是这样 遇到挫折很正常 别灰心 你 加油 吴庆柔和的眼神 看住许文 真的就像在看一个后辈一样 许文敏锐地感觉到 吴庆眼神中掩藏的情绪 不对劲啊 看得出来 老爸当年和这位吴阿姨的故事 还真不算简单 谢谢阿姨 我会得许文不卑不亢的点头 这星星 倒真是让不少过来人多看她一眼 杨淑英打亮了许文一眼 她得承认 这个男生的心态还真的挺好 不过 那又能怎么样 根本改变不了某些现实啊 杨淑英心中暗暗摇了摇头 你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有多大 你也根本不知道优秀的人有多优秀 也是 毕竟我们的成长环境 见识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 倒是不能用我的那套规则去看人 这样看来 她能做到这样也不错了 杨淑英带着不经意的优越感想到 没过多久 许文的电话就再次响起 不出所料 是孙娜娜他们到了 许帅哥 一楼茶座 速来 许文站起身来 对杨淑英礼貌一笑 那就麻烦你和我一起跑一趟了 没事 小师杨淑英微微点头 拿出随身的湿纸巾 好好擦了擦嘴 随后也站了起来 走吧 她说 许文和杨淑英走出包厢 一路无言 那个 谢谢你今天帮我这个忙 等有机会请你吃饭 许文侧头看了看杨淑英 洁白的下巴 柔美的侧脸 高挑的个子 几乎继承了她母亲长相的所有优点 杨淑英淡淡一笑 不用了吧 毕竟 挣点钱也不容易她看了许文一眼 带着我已经把你想法看穿的表情 许文有点亚然 挣点钱 不至于吧 我这把店卖了一顿饭都请不起 在抬头 杨淑英已经走在前面 带着公事公办的果断和高了 那好吧 许文摇摇头 失笑 跟了上去 自讨没趣 一楼茶吧在九楼的东南角 有沙发还有吧台 谈不上僻静 但是不影响谈试 许文一眼就看到了孙娜娜已经到了 正在张望着 而在沙发上 唐华和她的助理已经到了 正在依次拿出合同 不时还互相交谈了点什么 孙娜娜一眼就看到了许文 顿时神色一动 远远冲许文招了招手 娜娜姐许文和孙娜娜眼神一个交汇 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信息 于是 她走向沙发 唐总 久等了许文在唐华对面坐下 此刻 她代表了上茶 杨淫书英此刻展现出了自己的专业 在许文身边坐下 不多话 安静地等待住 唐华看了杨淫书英一眼 许老板 你这是 请了帮手 唐总言中了 这是我一个朋友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许文简单介绍了一下杨淫书英 可以 请唐华指了纸桌面上已经准备好的合同 许文拿过合同 轻轻放在杨淫书英面前 麻烦了杨淫书英没多说 但是心里面也没有太大回事 一家奶茶店的转让合同 能有什么难度和问题 所以 她很淡定地将合同摊开 开始上下扫试 然后 她眼神顿住了 这个金额 她又看了一遍 一千万 再次看了一遍 还是一千万 数字和文字都没问题 许文注意到杨淫书英的表情 怎么了 合同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金额 杨淫书英缓缓地转过头 一张俏脸上的表情 此刻说吃不出的丰富 没错 没问题吧 一千万 其他的条款呢 有没有什么问题 许文明白过来 并不惊讶杨淫书英的表现 这就是你说的还不错的价格 杨淫书英感觉自己的唇齿浅色 恨不得喝下一杯水 就连声音 好像都有些许的变调 眼前的一切 让毫无心理准备的她 措手不及 她有点乱了阵脚 小姑娘是生手吧 唐华打量了一眼杨淫书英 说了一句 杨淫书英瞬间面色微红 感觉有点无地自容 说好的从容呢 这哪里是帮人家 分明是丢人了 杨淫书英连忙深吸几口气 告诉自己要稳住 要稳住 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一定要将事情办好 这合同没有问题 杨淫书英忍住心中的情绪 看住许文 一字一顿地 郑重其事地说道 没问题就好 许文点点头 选择相信杨淫书英 那么 我们就定下来吧 许文深吸一口气 笑着直视唐华 此刻 她的心情当然是难以言表 一千万啊 就算是和孙娜娜平分 那么也有五百万 这五百万能做什么 可以买一套大房子 可以买一辆车 结婚的钱有了 剩下的还能存个定期 父母不用那么辛苦 从此在人前也可以很体面 五百万 真心不少了 那就定下来吧 唐华笑笑 抬头和孙娜娜对视一眼 许文没有发现 他们眼神中的如是重负 唐华这边按部就班地 完成了合同的签署 接着将合同推到许文面前 只要签下字 这一千万就是你的了 恭喜你 年轻人 愿你未来可期 杨淫书英作为一个旁观者 心中却在难难默念唐华的话 未来可期 她才多大 二十二岁 和自己同龄 一瞬间 她就将自己刚刚的想法 驱散得一干二净 什么叫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什么叫不知道优秀的人有多优秀 如果眼前这个和自己同龄的男生 在这个年纪 靠自己就能赚取人生第一个一千万 这样都不能算得上优秀的话 谁又能算上优秀 杨淫书英突然感觉有些讽刺 在刚刚 满桌的年近半百的中年人在高堂破论 又有谁注意到 这个低调 礼貌的年轻人 悄无声息地做出了何等大事 所有人都在盯着许文 看住她拿起了笔 许文端详住千名栏 有感慨 有奇妙 又有点不真实 今天 可真是神奇的一天啊 随后 她落笔 就在她笔尖接触纸面 行云如流水地牵下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脑海之中 突然很突兀地出现一道声音 事件已完成 记忆已解锁 手机封锁已取消 宿主所有身体各项素质已恢复 私人定制道具已消耗 一千万资金作为奖励 已发放宿主账户 许文眼神争了证 一瞬间的空白 紧接住 无数信息涌了上来 她的眼神突然变得明亮 是了 我是许文 我在昨晚使用了 人生定制道具 她们 都是演员 许文看住唐华 看住她的助理 还有 还有那个孙娜娜学姐 这哪里是真正的 孙娜娜学姐啊 分明也是个专业演员 许文看到唐华 孙娜娜她们的眼神在变化 在一瞬间出现了谦卑 对她们来说 许文就是雇主 而许文签完字 对她们来说 此行的任务 就算完成了 原来如此 许文的眼神变了 她微微一笑 轻轻靠在椅背 举手投足间 一种无形的气场 弥漫开来 我可不是什么 遇挫坚强 初次创业的年轻人啊 我不会为了 几万块医药费头疼 更不会为了区区 一百多万的房子 伤透脑筋 我是许文 年入过亿 名下十家九楼 员工数百 我有豪宅 名车 名表 也从不缺女人 我的宣音号 虽然叫平平无奇许先生 但是现实中 他们叫我许总 杨淑英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变化 金钱给人带来的变化这么大吗 这是自信 还是什么 他眼中讶异 这种讶异 在许文容颜气质近回巅峰时 也达到了极致 随着许文身体的各项素质在恢复 呈现在杨淑英面前的是 挺拔的身躯 轮廓分明的侧脸 唇薄鼻挺的五官 冷淡的眼神 一平一笑 一举一动 此刻 杨淑英知道 他沦陷了 为什么 今天他要来参加这个母亲的同学会 又为什么 让他遇上眼前这个男生 那些曾经出现过的所谓优秀男生 有一个是一个 谁都不能和他比 杨淑英不相信 以后还会有其他男生 能带给他更心动的感觉 许文和尚合同 如是重负 总算 解决了最大的问题 总算可以正大光明地 向父母展示一部分财富了 许文现在才发现 这次事件中用的合同 实际体现的还是他独有上查 也就是说 虽然在事件中 他还牢记着孙娜娜是合作伙伴 但是并没有注意到 最后签署的合同 还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名字 也就是说 在杨淑英眼中 这一千万 实际是许文一个人独得 第三百八十五章 怎么奖励我 对唐华他们来说 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不过 做戏做全套 许老板 前我这边安排打款了 相信我 上查在我们手中 会真正被做大唐华面带微笑 专业度报表 很敬业地说着台词 许文淡淡点点头 希望如此吧 他看住唐华和他的助理站了起来 似乎是准备离开的样子 一旁的贾学姐孙娜娜 冲许文眨了眨眼睛 眼神中有轻轻闪烁的妩媚 许文知道 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们了 任务完成 他们就将随消失的道具 一同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无迹可寻 只存在于许文的记忆中 但是 看住贾学姐眼神之中的灵动 许文又有点说不出的感觉 真的很真实 是有血有肉的人啊 系统真的神通广大 这种手段 简直超出想象的范畴了 我送送唐总他们 贾学姐带着笑意 对许文点点头 眼神有些留恋 随后转身离开 没一会儿 许文目送着三道身影 消失在门口 这下子 是真的消失了 再也见不到的那种 多谢了许文看了看 还坐在身边的杨淑英 此刻他看起来略有些失态 不过 许文并未在意 听到许文的声音 杨淑英连忙低了低头 来掩饰自己的失态 在抬起头时 面色已经自然的多 不用谢 举手之劳而已 杨淑英的嗓音 已经变得温柔的多 所以 你刚刚说要请我吃饭 还作数吗 他微笑着问许文 眼眸注视着许文 再等他的回答 当然作数 你定时间了 许文此刻的眼神 让杨淑英有些陌生 有些著迷 不似刚刚的小心谨慎 反而透着一股随性 张扬 富有侵略性 那是一种近乎凌驾 其他人的自信 杨淑英以为是刚刚的一千万 实际上不是 一千万还不够资格让他这样 但是年入一亿几千万可以 杨淑英忍着小鹿乱撞的心 还想说点什么 却看到许文站了起来 抱歉 我出去抽根烟 要不你先上去吧 许文摸出一根烟 向门外走去 一起上去吧 我在这里等你 杨淑英嫣然一笑 他有点满意 今天自己的穿着打扮 隔体 大方 许文看了他一眼 点点头没说话 推门而出 杨淑英就在大堂内 找地方坐着 没一会儿 就看到外面的夜色中 一点火星一阵明灭 淡淡的烟气中 一道背影忽而清晰 忽而模糊 杨淑英看得出神 都有点忘记了时间 忘记了今天来的目的 他捧着下巴 看了好久好久 许文抽完一根烟 掐灭烟头后 精准地弹进垃圾桶内 手头的手机内 刚刚解除了封锁 就被信息刷屏了 许文当然没功夫 一一回复 挑重要的回复了几个 然后 他就看到了 田下的信息 听说某人今天为了撩妹 假装不认识人 田下发了个坏笑的表情 许文知道 这必然是他在记忆封锁 期间的举动 被王思佳告诉田下了 嗯 所以 你在教我做事 许文回复了一句 嘴角微微上扬 哪有 我就是想你了 田下小心翼翼的回复 字里行间 却透着浓烈的思念 想我 那给你的机会 许文面带微笑 给田下发了个定位 到了你告诉我 马上 田下秒回复 短短两个字 却透着雀跃和欣喜 许文收起手机 走进了大厅 一眼就看到 正坐在沙发上的杨淑英 傻捧着脸的模样 等久了吧 我们上去吧 许文略表歉意 看着杨淑英 一下子回过神来 对自己回忆微笑 哪有杨淑英站了起来 轻轻拍了拍 柔美的下摆 上楼的路上 杨淑英终于还是忍不住 问出了那句话 你在前面 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实情呢 谁 我爸的那些同学 为什么要说 他们很重要吗 许文漫不经心地收说道 庞福只是在说一件 在平凡不过的事情 可是 他们会轻视你 杨淑英还是有些不能理解 那就轻视吧 我为什么要在意他们的看法 许文毫不在意地说道 难道你觉得 他们轻视我 我得打脸 纠正他们 他言语之间 不慎在意 庞福这些人 连让他心情 起一丝波澜的资格都没有 杨淑英哑口无言 感觉自己的境界 是不是太低了 云淡风轻 或许就是此刻的他吧 杨淑英看住 许文平静的表情 好像有一点 能体会他的感觉了 推开包厢的门 许文和杨淑英走了进来 有那么一刹那 大家的眼神有些恍惚 这进来的大男生 身姿绝佳 面貌英俊 似乎根本不属于这里 但是很快 大家都反应过来 这是许江的儿子 许文的长相颜值 虽然再度拔高 但是现在的长相 也是从原来的样貌 基础优化而来 所以 不会出现 有人认不出他的情况 那种改头换面 完全不认识 不存在的 所以 偷来目光的所有人 也只是会感叹一句 刚刚自己怎么会 没注意到许文的颜值 杨淑英坐了回去 许文在许江身边 坐下 怎么样啊 许江关切地问了一句 眼神之中有掩埋很深的忧虑 他其实不想看到 儿子的第一个创业项目 最终是这个结局 还算顺利 具体地回去说吧 许文简单说了一句 反正也不急在这一时 许文是打算低调处理的 正如刚刚所说 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人的看法 如果真的还是记忆封锁状态中的自己 或许再得到一笔千万巨款 可能还有点想要扬眉吐气 但是现在吗 真的是不在乎了 不在乎他们的想法 也有点不屑于在他们面前秀优越 他们 真的不配 但是 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配合许文 姓陈的是有毛病吗 还是杠精 许文一度怀疑 这个人是不是和父亲许江以前有过节 怎么说话那么招人厌烦呢 此刻 他问 怎么样 成本回来了没有 亏没亏 陈老板饶有兴致地问 庞福很关心这件事一样 许文清探一声 太为难了 你说打你脸吧 犯不住 太掉价 什么都不做吧 是不是自己有又太好脾气了 很多时候 就算不打脸 也有人硬把脸凑过来 还让你打得啪啪响 许文刚准备开口 杨淑英却按捺不住了 毕竟 他也算是现场经历过的人了 这位陈叔 你了解过事实吗 就在这胡乱猜测 为了许文 杨淑英这话说得相当不客气 陈老板有些讶异 似乎是没有想到 这杨淑英竟然会用这种语气和他说话 刚刚 不是还好好的吗 陈老板有些不知所措 毕竟 这是吴庆的女儿 所以 他看向了吴庆 眼神中有疑惑有不解 吴庆当然也是一样 不明白为什么杨淑英为什么这么激动 怎么 我说的不对 陈老板觉得自己在杨淑英面前很是大度 保持着风度反问 您知道许文的转让金有多少吗 杨淑英眼神奇怪 带着一呼寻常的微笑 十万 二十万 陈老板试探着问 心里还是没有重视起来 这小姑娘 是不是激动的有点过头了饶恕吴庆当面 他心里也有点不喜了 这当面质问自己 也太 但是很快 他就不这么想了 陈叔叔 是一千万杨淑英一字一顿地说道 因为这件事他全程参与了 所以此刻他有一种与有荣焉的自豪 说完之后 他以为许文的神情会有所变化 但是让他失望了 许文的神情还是那么自然 平静 就像是在看一出和他无关的事情一样 他轻轻吃了一口菜 面对满桌的眼神 一 一千万 陈老板感觉有些荒谬 他自然是不幸的 许江刚刚还在喝酒 此刻一口酒呛住 连忙咳嗽了好几声 此话当真 他紧紧盯着许文在求证 许文随手拿出合同 拍在了桌上 好吧 反正这也是目的之一 那就急住这个机会 让父亲接受这个事实 许江迫不及待地拿起合同 开始一遍遍地翻看 看住看住 他的面旁有些泛红 也不知道是酒精还是激动的 随后 许江的眼神之中 蹦射出了光芒 一千万 真是一千万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声音 许文是不在乎 但是许江不行 他很在乎 相当在乎 此刻 他恨不得仰天大呼一声 心头那点负面情绪 一扫而空 儿子 我怎么感觉像是做梦一样呢 他反问许文 这样吧 等我给你买辆车 你再看看 是不是做梦许文轻笑一声 车 许江一拍脑袋 说好把驾照学好 我回去就加紧学习 他旁若无人的说道 毫不在意满桌人灼热的目光 那么些年 从没有一刻 让他像此刻这样唱款 满桌子的老同学 毫无疑问 他就是最亮眼的 他站起身来 满上酒杯 面对满桌子的目光 高举酒杯 我敬大家一杯 老许 你儿子这才是真出息啊 一千万啊 我们得上多少班啊 老许 你这才是真的低调 儿子给你买车 羡慕啊 我们家只有我们给儿子买车的份 老许 你儿子还单身吗 此刻 许江体会到了老同学们的热情 他这才知道 什么才是久违的热情 这才是 吴庆在桌子另外一边 巧声问了杨淑英一些细节 随后 眼神看住许文 越来越亮 也越来越柔和 老许 恭喜你啊 儿子这么出息 吴庆站了起来 优雅大方地给许江敬了一杯酒 许江连忙站起来 既然有些手足无措 别的人他可以不在乎 但是眼前这个人不行 有机会 让两个年轻人 没事多聊聊 吴庆面带柔笑地看住许文 好似是话里有话 说得杨淑英猛地低头 面颊微红 许江本准备解释一下 但是 面对眼前人 解释的话 却说不出口 好 没问题 他就这么毫不犹豫地 给许文添了点麻烦 许文看了看 满面春风的父亲 也只能在心里说一声罢了 难得父亲这么高兴 做一回工具人 有什么不可 许文又看了看杨淑英 这姑娘怎么开始不敢看我了 此刻 杨淑英略低着头 只能看到柔美的下巴 许江拿出自己平时 不舍得抽的中华 给桌上的老同学们 散了一圈又一圈 这是真情实感的流露 并不奇怪 倒是坐久了 听多了 许文感觉到有点坐不住了 正等住田下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到 微信就响了起来 我就快到了田下告诉许文 爸 我下去见个人 你们慢慢吃 慢慢聊 好了给我打电话 许文站了起来 打完招呼 就匆匆离开了包厢 杨淑英心中好奇 又不好立刻下去 在按捺不住的情况下 随便找了个借口 也离开了包厢 他想去找许文 却便寻不到 走下楼 杨淑英眼神一亮 正看到许文走向门外 刚准备出声叫住许文 下一秒 杨淑英的表情凝固了 他看到门外停下一辆耀眼的A7 车一停稳 门打开 一个身材高挑 美而精致的女生从车中走出 长发飘飘 美得耀眼 许文站在车旁 迎着女生 微微张开双臂 下一秒 那个女生就迫不及待地 扑进了许文的怀抱 两人在夜色中相拥 女生点起脚尖 再贴面 锁吻 她有点呆住了 傻傻地看住眼前这一幕 心中的那些疑你 那些想象 好像在此刻开始破灭 她清楚地听到了自己心中破裂的声音 背对住墙壁 杨淑英的胸口微微起伏住 眼圈都有点红了 她有点莫名的委屈 她看不下去了 小跑柱离开了大厅 而许文正抱着田下 嗅田下身上的香水味 这么晚了 你还真来啊 许文轻声说道 所以 你要给我什么奖励 田下笑着问 许文低头端详住田下的面庞 精致得有点过分 眼睛中 倒映着自己 你想要什么奖励 我想要你 田下低声一笑 眼波微微荡漾了一下